大家好 我是七哥 我是海大陸 现在我们两个是在三亚 这里是三亚湾 然后今天闲得无聊 跟大家也总结一下 我们床车旅行一个多月 我们用电用水的一些情况 像我们床车自驾游的水跟电 其实是最基础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况了 水的话我们是用了两个30斤的 这个桶来装 每一次停车的话 必须得找附近有公厕的地方 用水的话就往公厕里面去接 就可以了 然后电之前给大家拍过很多遍 我们是两个这种120安的蓄电池 这个蓄电池的话 一般用电充手机小风扇 小功率电器是足够用的 现在先来讲一下 怎么充电给电瓶 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这个电池 连接到了前车 也就是发动机 它一启动发动机就可以 也给后面这个电瓶 也就是行车充电 第二个充电的办法 就是之前给大家拍过的 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神器 旅行神器 床车房车都可以使用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接 一般路边的那种充电桩 给那些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充电桩 把它接上之后后面直接转变成这个 220伏交流电的插口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取电了 其实这两种充电方式 在一般情况下 基本都能满足我们两个人的用电 风扇还有充电设备之类的 但是在网友的建议下 我又花200块钱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一块100瓦的多斤太阳能充电板 现在我把它拆开看一下 这里有个小的控制器 把它拆开看一下 拆开看一下 那我帮你吗 不用 我自己搞就可以 有点大 感觉挺重的 那我们行李箱能等吗 应该可以 把它放行李箱上面 哇 这里太大了吧 我们行李箱可能装不下 装应该可以装得下 但是上面的东西 有点宽 你要处理一下 这后面有根线的 虽然说我有想象到它有多大 但是还是稍微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块100瓦的就已经那么大了 要是买200瓦那肯定是放不了 这一块刚刚好 可以放到我们的车顶行李箱上面 现在我把它接上去试一下 这是一个控制器 太阳能板正服 这皮质好像收纳了 正接这里 复接这里 就可以了 复级接上了 正级 现在已经把它给接上电了 无语了 我没有看这个说明书 刚刚问了一下客服 客服说得先把控制器接上电池 才能再接这块板 我把顺序搞翻了 但没有关系 待会我去找两个先把它接上来 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充电的办法 充电的方法就有三种了 基本上满足我们床车的旅行 像我们床车的用电 基本上1000块钱以内全部搞定了 因为我们两个电池都是这种蓄电池 比较便宜 然后一块太阳能板 一个充电器 然后再把它接上前车充电 综合来说 我们的用电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我们这个是比较小成本的办法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 尽量还是直接买大容量的那种锂电池 然后还有人问 我们是不是每天都不用洗澡 洗澡怎么洗 这个我们拍过太多次了 就是用这个 大路把它打开 这个蓬蓬搭好了 然后人就走进去 然后就脱什么脱 把水拿进去 衣服拿进去 然后就拉下拉链 对 拉下拉链 洗澡就在这个地方洗 像这样子确实隐蔽性也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尽量就选择在晚上 没有人的情况下 要洗一点的 到那个时候再洗 不要大白天的就在这里洗澡 影响也不好 我们的床车旅行 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成熟 但是确实累赘也越来越多了 带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要把不怎么用的给放弃掉 对 该舍就舍是吧 该扔就扔 帮你用了 说什么 帮你用了